哈囉,歡迎回到薩崩小秘訣 今天非常興奮,可以邀請到知名的薩崩演奏家 同時也是YAMAHA薩崩代言人的蔡教師來到節目中 蔡老師除了是一位薩崩的演奏家之外 也同時是一位薩崩配件的研發者 來自於研究師家的他 以降人的精神不斷地改良及研發 發表了許多可以幫助薩崩演奏的配件 也就是現在頗具知名度的AirMusic系列 現在在各位面前的是AirMusic這次發表的新產品 那我們請蔡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產品的一些開發的理念跟想法 好的,謝謝川策老師 那我們AirMusic這一次的發表 它有兩個產品 第一個是我們的減壓背帶 第二個是我們的F1超級數圈 那我先來講講這個減壓背帶 它本身是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因為我的女兒 她也正準備要學習薩斯風 那因為我們薩斯風它的重量 對成人來講已經是很重的 所以我希望我女兒她能夠承載這個薩斯風的時候更輕鬆 那我參考了我們市面上的背帶 它大概有兩種款式 一種是肩背式的 那一種是頸掛式的 那肩背式跟頸掛式呢 它都有好處 所以我就想把這兩個背帶的好處把它整理在一起 在我們吹奏薩斯風的時候 其實對於脖子這邊 它還是需要一個對抗的力量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能夠在嘴巴吹奏樂器的時候 得到一個力量上的一個協調跟制衡的一個機制的平衡 所以我在開發的時候就是希望這條背帶呢 能夠把重量分散到肩膀上 但是它又不會失去頸部的這種力量對抗的協調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這個新世代的這個背帶 那另外這個F1速圈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很喜歡吹樂器的人 我們都希望能夠吹很快 好像很厲害這樣子 就像你在開賽車開跑車這樣過彎像切豆腐一樣的容易 所以我在開發這一顆新型的速圈的時候 我已經就在思考說 什麼樣可以設計 讓我們在演奏的時候能夠更順暢 然後在你演奏各種不同的困難度的音程 甚至一些快速音群的時候 能夠操控自如 所以我們就誕生了這一顆F1超級速圈 夏風小秘訣其實跟蔡老師也是有一段淵源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念樂器的時候 有去跟老師上過課 那那時候上過幾堂課之後 心裡其實非常震撼 因為在上課之前 我在念樂器其實是沒有特別的想法 就是曲子來了 然後你就是吹 吹一遍 不夠好 我再吹一遍 不夠好 再吹一遍 所以那時候動不動就每天練 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其實效率是很差的 那那時候老師就有 在上課的時候有給我提供幾個方法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點色點不快 然後老師就有提供一些方法 就是你試試看一次點六連連 那OK 你現在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你再試試看 點兩次三連連 然後我試了之後 感覺又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老師就說 你把這些混搭 一直不斷的交錯 然後我再試試看 你現在再點三連連連 然後我試了之後 我發現 欸 變得比較好了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超神奇的 但是老師就跟我講說 它的原理 就是你在念樂器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經過一些規劃的 它其實是一個肌肉成長的過程 那 所以也讓我去想到說 我其實想要去做這個頻道 把這個有計畫性的 有規劃性的 跟整體從非專業到專業 的這個薩風的練習的一個整個流程 去建立起來 讓更多喜歡薩風的人 可以去容易接受到這樣的諮詢 好的 謝謝川策老師 那川策老師 這樣穿針引線 已經點出了一些練習薩斯風的一些重點 那 對我的 整個學習的過程 和演奏的這個生涯 大概 我覺得 我們想要把樂器吹好 需要注意兩個方向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基本能力的建立 也就是所謂的基本功 那另外一個是曲子的熟練度 那剛剛川策老師提到說 他每天練一首曲子 可能練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其實他正在練的東西叫做熟練度 對 那沒有錯 熟練度你在當天 你可以達到一些成效 可是也許你會感覺到說 怎麼隔二兩三天 感覺上功力大減啊 怎麼好像又不見了 對 那是因為少了這個基本功的一個支撐的話 這個能力沒有建立到跟你的熟練度 是相對應的程度的時候 你的這個熟練度最後是退下來 跟你的基本功差不多的 所以很多很多 我相信很多吹沙斯風的愛好者 可能都會有這種感覺啦 就是這個曲子 我好像之前練得很好啊 怎麼一陣子之後 好像打回原形了都不會 這種感覺 其實是因為基本功 那基本功如果說你建立得好的話 我們吹曲子都會舉重若輕啦 你會覺得在困難的曲子 基本上你能征服它 而且都不會太困難 可是如果說基本功沒有在做練習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剛剛這種現象 你一個曲子練很熟就好像很厲害 可是幾天沒碰又好像又都不會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稍微比較特別來介紹 就是說怎麼樣在我們的基本功上面 能夠導入一個比較系統化的練習 那這個系統化練習 它可以幫我們建立很多東西 包括我們身體肌肉的協調性 包括我們肌肉的耐力 包括我們的專注力 這些都是在演奏的時候 缺一不可的條件 你只要有一點點不專注或是耐力不足 你的整個演奏的水平就會一直起起伏伏啊 所以這些能力的建立 也就是在我們職業訓練的這種過程裡面 它是很關鍵的 這邊也想請教蔡老師 就是因為很多薩鳳學習者 他們在上課或是在找學一些資訊的時候 都會提到基本功基本功 那對於老師來講 什麼是所謂的重要 比較重要的 或者是比較基礎的基本功 好的謝謝川策老師 那在我們從非專業進入專業的這個訓練過程裡面 它大概就是要去特別訓練一些能力 那首先我們也可以用一隻手來代表我們的這些能力 首先第一大項是控制 控制樂器的能力 控制你的氣 控制你的這個嘴巴的壓力 甚至控制你的身體肌肉使用的協調性 這種我們都把它可以稱為控制類的能力 那第二大項可能就是我們的所謂的音階能力 也是大家知道要多練音階 可是音階怎麼練呢 它也是有系統化的一個過程 那第三大項就是我們的舌頭的練習 舌頭的練習基本上是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看不到 所以你只能夠揣摩想像用這種方式 但是它還是可以搭配一些比較系統化的一個練習的過程 來幫助你建立你的這個肌肉能力 那這是我們的所謂的第三大項 那第四大項就是我們薩斯芳的衍生技巧 我們薩斯芳是一個很現代的樂器 所以你知道它可以吹很高 吹很快 然後甚至一次吹兩三個音 甚至還會產生很多比較特殊的音響效果 這都是我們這個現代樂器才有的這種能力 那大概我們可以看成是這幾大項 那剛剛川特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比較基礎的部分 我認為是可以做三個類型的 就是說以一般的學生或是一般的社會人士 你想要稍微來加強自己的能力的話 你可以做這三類型的練習 第一個是吹嘴練習 吹嘴練習它包含了你怎麼樣開始一個聲音 然後怎麼樣把這個聲音收掉 然後可以控制音高 這個就是你的氣和嘴巴壓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練習 所以我們待會就可以來看看這個吹嘴的練習 那第二個就是音階的練習 也就是我們手指頭的練習 那這個在我們的音階裡面來講 我們可以把一個音階做一些切割或者是變化 透過這個方式來訓練我們的肌肉能力 還有我們的熟練度 不同的調性不同的速度都可以訓練到 然後第三類型就是舌頭的練習 那舌頭練習它是屬於比較長時間的來練習的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的舌頭的這個爆發力有點天生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能夠彈舌彈得很快 然後也會牽涉到我們這個舌頭的耐力的問題 所以它的訓練的時間跟過程都會比較漫長 我們待會都可以來介紹這個幾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先介紹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吹嘴的練習 那再講一次它是屬於控制的練習 控制什麼 控制我們怎麼樣產生一個聲音 然後怎麼把音好好的收掉 那這個過程裡面它會訓練到我們的氣 包括穩定性或是強度、速度這些 還有嘴巴的這個壓力的協調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練習 那我們的音階 我們的這個音階練習其實可以做在這個吹嘴上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做它是一個比較進階的練習 我們先講一個基本的發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發聲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就是音階式的練習 那這個吹嘴它可以吹一個八度的音階 甚至更大 不過我們可以試試看 鋼琴上的Do到Do 就是你可以吹一個八度 然後你甚至可以做音階的這個上下練習 對聖誕節快到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吹嘴練習 但是基本上你看這個變化音高 就有很多的協調性的這個練習的內容 可以讓你去學習 所以這是一個吹嘴練習 每天花三到五分鐘 讓你的身體習慣控制這個黃片的震動 是一個蠻好的開始 那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就是我們的所謂的音階練習 那音階練習我們以薩斯風來講 它大概是兩個半八度的一個正常的音域 那以兩個半八度呢 我們的音階如果從下面吹上來 它會經歷一些困難的片段 比如說在低音域的時候 它的控制跟那個氣的這個感覺 會跟中音域甚至高音域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在做音階練習的時候 就把它拆成小片段小片段來練 你每一個小片段都把它練得很熟悉之後 你再把全音域串起來 你就會覺得相對容易很多 所以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些所謂的 專注力啊耐力啊還有音階的熟練度 這三種能力都可以在這個音階的練習裡面 去得到一個好的建立 接下來就為各位示範這個音階的練習 那如果是比較初階的學習者 像我的女兒 我就建議她從三個音一組開始出發 那三個音一組的話我們可以做這個練習 我們以巨大料來做示範 那這樣子的話很短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一組重複 加一組重複就是每兩個音做一次重複 那這個重複的過程 我們可以要求我們自己的手不要離開太遠 這個在以後你要吹快速音群的時候 它會影響很大 同時呢因為我們的音重複了一次 所以我們的句子變長了 句子變長之後讓我們更像是在演奏的狀態 就是你平常在演奏的時候句子是比較長的 好的 那這樣收吹完之後我們就再往上平移一個音 換拉開始 那接下來為各位示範就說如果說你程度比較好 甚至練到比較多升降的調性的時候 可以建議你就從四個音一組了 四個音一組然後甚至你可以發展成六連音 或是八連音 那這個六連音跟八連音可以同時訓練我們的節奏感 當你的一個拍子切割成四份 進化成六份甚至八份的時候 你的拍子能力 你的節奏能力都會跟著加強起來 所以我們很多基本能力在我們做這個音階的這種 系統化訓練的過程裡面 就會得到很多很多的強化 所以為各位來示範一下這個音階四個音一組 加上它的重複音 那我們就用一大調來做示範吧 好那就是重複一次 我們如果重複兩次就變六連音了喔 對 所以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慢慢訓練到我們手指頭的熟練度 協調性 還有你整個吹句子的時候需要的這種精神的專注能力 那吹完咪 你就可以再往上吹聲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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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